让我给多另一个例子给大家 我们会讲下关于狗毛的长度 基因是一对一对的 一条来自爸爸一条来自妈妈 我们假设只是由一对基因 决定毛发的长度 这个基因可以出现两个形态 这个是代表长毛的基因 这个就代表短毛的基因 因为这里两只狗 每只都有一个短毛的基因 和一个长毛的基因 所以它们有中挺长度的毛 这两只是狗妈妈和狗爸爸 他们的下一代一定要由爸爸拿一个基因 由妈妈拿一个基因 所以不难预计 所以平均有四分一的机会 会是短毛 因为它由父母 割拿到一个短毛的基因 平均有一半会是中挺长度的毛 好像他们的父母那样 四分一机会会同时由父母 拿到这个长毛的基因 现在你们想象有很多这些狗仔 有很多差异就是不同长度的毛发 例如在北美洲最北部的地方 那里天气很冷 就是说那些狗越少长毛的基因 越少机会在冬天里生存 所以当冬天过去 那些狗开始交配 因为短毛狗都死了 就很大机会长毛基因和长毛基因结合 经过几次冬天之后 就只剩下长毛的狗 所以当它们有下一代 所有的狗都会变成这样 我想你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们进化了一种新的狗 这种狗很适应这种环境 这个就是自然选择的例子 自然界就选了最适合生存的品种 这个改变是永远的 但是你看不见是没有新东西被创造出来 更重要的是我们损失了一些东西 我们实际上是没有了短毛的基因 即是说在未来少了改变的可能性 如果这些狗移民去一个热的地方 它们不容易变回短毛 它们就变得很独特 在人工繁殖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情况 在几百年之前 人们开始拿习种狗来交配 对这些狗进行筛选 如果它们要一些又大又强壮的狗 用来追野猪 它们就会选最大最强壮的 由那些狗里面会选最大最强壮的狗仔出来 直到它们繁殖到一些 好像大单犬的狗出来 如果它们要一些又小又可爱的狗 坐在它们的大腿上面 它们会选最小和最可爱的 记住它们没有杀光其他的狗 它们只是没有选它们 即是说没有给机会 它们的基因遗传到下一代 在下一代它们会选最小和最可爱的 在下一代它们会再选一些最小和最可爱的 直到它们繁殖到 好像芝娃娃的狗仔 但是你看不看到发生什么事呢 因为你集中了某一种特点的基因 排除其他的基因 排除其他的基因 就是说为什么它们的每一代 这里每一组的狗 例如大单犬和芝娃娃 它们有的资讯是比习种狗少 所以如果你将全世界的狗全部杀光 剩下芝娃娃 你想经过繁殖和筛选 而再得到大单犬 你不会做到的 因为资讯是不足够的 因为你已经失去了一些大单犬的资讯 如果你去到一些国家 例如泰国那样 周围都是狗 它们多数都很像样的 因为它们都是集中狗 由这群的集中狗可以培育出很多不同的狗出来 但是每一种品种都是很独特的 对未来改变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每一个特征的演变都有一个极限 例如你无可能会繁殖出一只 好像大笨像那么大的狗 因为在狗里面没有这种的基因 你可以繁殖出很小的成年的狗 但是也有一个极限 因为在原有的品种 每一个的特征 只是有这么多的资讯 如果大家看到不可能会有什么 我们在一起 集中的狗 比如说 我们可以在一起 我也认为 国家 你们 小 有 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